警方掏出警棍上前 另外两名原警嫁住蓝衣男子 使出大外哥强力压制 男子不愿就犯 手脚不断挥舞挣扎 企图逃脱 画面一转 另一名男子已经被压制 周遭民众不断安抚劝驾 这起斗殴事件发生在澎湖马公 一处国宅前 住在楼下的张姓屋主和朋友 在屋内饮酒作乐 住楼上的邻居李姓男子 因不满张姓屋主的朋友 在外开他玩笑 于是找朋友一起下楼算账 结果李姓男子跟对方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张姓屋主和李姓男子的弟弟 也上前劝架 没想到李姓男子的弟弟也挂财 警方出动快达部队控制现场 但李姓男子几杯黄汤下肚 行为失控动手推人 原警马上喷辣椒水 大外哥压制上铐 朋友因嫌隙大打出手 不但伤了和气 也伤了身体 虽然斗欧三人事后不提告 但警方仍将依妨碍公务 伤害及社会秩序维护法 就办 记者严育龙张志仁 澎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计划